全世界的魔术师都想置他于死地 他就是被称为魔术界叛徒的蒙灭魔术师 因为他在25年前 做了第一个关于揭秘魔术的电视节目 节目一经播出 立刻轰动全美国 收视率以22%稳居第一 随后便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魔术师 以及各种魔术协会的联合抵制 然而蒙灭魔术师 却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陆续推出第二 第三 第四集魔术揭秘节目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蒙灭魔术师到底揭秘了哪些魔术 从而让全球的魔术师闻风丧胆 首先蒙灭魔术师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中空的大箱子 前后左右确实没有任何的问题 蒙灭魔术师呼唤出自己的美女助手 通过魔术师的一个指示 美女很熟练地坐进箱子内部 随后又从台下走上来两位美女 美女们也非常熟练地 把箱子的前后帘子拉上 当帘子全部固定好之后 魔术师拿出一条绿色的丝巾 交给箱子里面的助手拿着 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 美女助手还在箱子里面并没有离开 此时 魔术师拿着挤压连接杆 将箱子的美女用力压缩 然而箱子的美女 却还在欢快地摇动手中的丝巾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 美女在剩余的空间之时 魔术师用力将挤压杆一推到底 美女助手竟然消失不见了 那么你能猜得出 女助手到底是如何消失不见的吗 最后 魔术师把连接杆拉回原位之后 女助手又神奇般地出现在箱子之中 这个神秘的人体挤压魔术就成功了 魔术师刘谦 在多年以前也曾表演过这个神奇的魔术 原来这个箱子的底部有一个隔层 当美女助手进入箱子里面 以后就会打开隔层挡板 把自己的腿部藏在里面之后再盖上挡板 身体的部分则贴紧箱子 所以 魔术师把挤压板压到底 也不会对女助手造成任何伤害 最后 魔术师把挤压板拉回原位之后 美女则从隔层原路返回即可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蒙面魔术师将美女瞬间消失不见 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首先 魔术师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巨大的亭子 注意亭子上下都非常的薄 不可能藏身在这个两个地方 紧接着 魔术师招呼美女助手来到表演场地 一身红色连衣裙的美女助手来到舞台上 简单展示过后 静止走进这个巨大的亭子中间 当美女准备好了以后 魔术师与助手们将帘子拉下来一半 目的就是为了证明 美女此时还在帘子之中 此时魔术师也围绕着亭子转了一圈 从亭子下方 我们也能发现 这个地方没有暗格之类的机关 当魔术师把帘子全部拉下来以后 仅仅止过几秒钟 亭子中的美女竟然瞬间消失不见了 正当所有人还在疑惑之际 魔术师挥一挥手 美女竟然从舞台侧边站了起来 如果在消息闭色的25年前 你会这么一段神秘的魔术 那你肯定就是大师的存在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神秘的魔术原理 却极其简单 原来在帘子放下来一半的时候 美女把亭子四个角的挂钩 连接在自己的裙子上面 当魔术师环绕亭亭子以后 旁边的助手 就会放下亭子底部的玻璃反射板 此时美女就可以从裙子钻出来 并藏在楼梯的内部 而旁边的助手 就很自然地将楼梯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从而让美女换上另外一件一模一样的衣服 最后 舞台下的助手 给亭子上安装的电磁铁断垫 亭子顶部的铁板就会掉落下来 从而让亭子中的衣服消失不见 首次来到中国 就完成了穿越长城的今天魔术 仅靠几个魔术就能在世界各地疯狂脸才上映美金 曾一度让人们怀疑他有着不可思议的超能力 他就是世界著名魔术师大卫科波菲尔 当蒙面魔术师横空出现之时 被骗了几十年的人们才知道 原来大卫的魔术如此简单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大卫被蒙面魔术师揭秘过的三大神秘魔术 镜头来到1986年的巴达岭长城 城墙上下站满了全国各地好奇的人们 而今天大卫科波菲尔将上演一个 人体穿越长城的逆天魔术 因为当时的拍摄条件有限 画面非常的模糊 所以蒙面魔术师将用集装箱代替长城 重新复刻表演一遍 首先魔术师的两位助手 把集装箱旁高台上的幕布放了下来 同时在幕布的后面还开启了一盏聚光灯 当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魔术师缓慢地从幕布侧边走进高台中间 此时聚光灯也将魔术师的影子投射到了幕布之上 目的就是为了证明 魔术师一直会在高台里面 紧接着魔术师走到集装箱旁边 把手一点点伸进去 此时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 魔术师身体全部进入集装箱里面了 接下来魔术师的助手将幕布一把拉下 空无一物的高台确实证明 魔术师已经穿越进集装箱了 当镜头来到集装箱另外一头 魔术师的两个助手拿着一块小型幕布紧紧贴着集装箱 突然魔术师的两只手推动着幕布 似乎想要震脱出来 然而助手把幕布拿来以后 却看不到魔术师的身影 接下来助手们把高台上的幕布固定好 同样一盏灯光照射在幕布之上 突然魔术师从集装箱里面一点点地钻了出来 当幕布被助手拉下的瞬间 这逆天地穿越魔术就完成了 接下来进入揭秘时间 原来魔术师的高台底下有一个暗格 魔术师的助手事先就藏在了里面 幕布全部放下以后 助手就会从暗格钻出来 当魔术师进入幕布之时 助手就会走到高台中间代替魔术师 而魔术师则从高台下方的通道 进入楼梯内部 这时候 美女助手就会借机把楼梯转移到集装箱的另一面 同时 高台内部的助手 只需要按照特定动作 躲进灯管照射不到的角落 再钻进暗格即可 而幕布投射出来的影子 就像进入集装箱一样 如果魔术师没有进入集装箱 那么小幕布上的手掌又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这两个男人 一只手端着幕布一只手 则在里面做小动作 最后助手 把高台上的幕布安装好了之后 魔术师则从楼梯爬上高台里面 紧接着从灯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缓慢走进高台中央 耗资上百万打造的魔术道具意外落下 信心十足的魔术师被电锯拦腰斩断 这竟是几十年前最火爆的人体分割魔术 当蒙面魔术师将这个魔术秘密公之于众之时 全球魔术协会不仅联合进行抵制 甚至有些极端魔术师对蒙面人发送死亡威胁 这个视频我们就来看看大卫的人体分割魔术 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魔术师趴在了一张桌子之上 旁边的助手把魔术师的头部 腰部还有腿都用铁锁固定在桌子上 最后魔术师的手也被锁在了箱子的外面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巨大的电锯开始旋转起来 而魔术师要做的 就是在电锯到达自己之前 解开所有锁锯并逃脱出来 不愧是世界著名的魔术大师 仅仅只过了几秒钟 就解开了手中的镣铐 当魔术师把箱子打开之后 仅用了三秒 头部的铁锁也解开了 按照这个速度 魔术师想要逃脱出来可以说轻而易举 就在魔术师专心破解腰部锁剧的时候 电锯似乎发生了故障 一阵火光四射之后 突然 电锯静止落下 直接将魔术师拦腰斩断 正当所有人都在担心魔术师生死存亡之时 魔术师竟然缓慢地抬起头来 紧接着魔术师的助手将桌子拉开的瞬间 奇迹发生了 魔术师竟然被电锯一分为二 那么这个逆天的魔术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原来魔术师并不是一个人完成这个表演的 魔术师进入箱子的时候 其实就是把腿部藏在桌脚的空间 另外一端则是另外一个人将身体藏进桌脚空间 这样看起来 好像是趴着一个人 其实中间的位置是空的 所以高速旋转的电锯 不管怎么切割 魔术师都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这个视频我们就来看看 魔术师穿越高速风扇是如何做到的 镜头来到一台高速旋转的风扇前方 魔术师介绍 接下来他将要从风扇后面穿越出来 一旦失败将被电扇切成肉片 当美女助手们把风扇前方的幕布打开的时候 一台威武的风扇真的在急速旋转 紧接着 魔术师快速走到了风扇后面 美女助手们也在同一时间将风扇幕布关了起来 目的就是为了不让大家看到血腥的瞬间 突然魔术师的手竟然从幕布中间伸了出来 然后风扇还在高速旋转着 难道魔术师真的有金刚不坏之身吗 如果你认为魔术师已经来到风扇前方了 那么助手们再次打开风扇 让你检查并没有任何问题 当助手们再次关闭幕布之时 魔术师的手也再次伸了出来 除此之外 魔术师的整个身体也随之钻了出来 当然 风扇还在继续高速旋转 那么这个今天穿越魔术 到底是如何做到的 原来在镜头转换的时候 风扇后的灯光就会关闭 这个时间助手控制风扇移动到后面 此时魔术师快速跑到风扇前方之后 就可以从目不钻出来了 首先 我们看到魔术师正在介绍高台上的一张绿色椅子 为了让最后面的观众 能够感受魔术的神奇 所以这张椅子 魔术师才会安装在一座高台之上 紧接着 魔术师招呼美女助手来到椅子旁边 一个简单的亮相之后 魔术师把美女牵上椅子就坐 与此同时 另外两位助手拿出一张黑布 将椅子上的美女全部盖了起来 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神奇的事情呢 此时通过黑布上面的轮廓 足以证明美女还坐在椅子中间 当魔术师一把将黑布拉下的瞬间 美女助手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么这个神奇的瞬间消失数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原来两位助手将木布拉到一半之时 椅子上的美女就会将作版放下 此时我们从前方看 还以为美女坐在椅子上 紧接着两位助手准备把黑布 盖过美女头顶的时候 魔术师就会在后面 把椅子背部的面具转到前方 而美女也是同一时间 快速钻进高台中的暗格 这样一来 我们就会认为 美女并没有离开 最后 魔术师拉下黑布 面具就会顺势回到椅子背部 整个人体消失的惊天魔术 就大功告成了